拿著醬油理和鳳梨酥 飾品上台走秀 屏東伴手禮大比拼 看誰能在好店好物好禮的選拔中 脫穎而出 今年屏東十大伴手禮好店 甄選結果出爐 好禮好物好店等三個項目 共有三十組獲選 各式商品比創意比吸金 吃的用的甚至是信仰 都成為屏東伴手禮特色之一 那這個圖是代表東港鷹王 那圖上面有七角頭的顏色 然後它這個七角頭 還有包含這個都是鷹王的王船 畢竟屏東是有很多的檳榔特產 然後如果可以把檳榔 做這樣轉化運用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更多的農民 或是讓屏東的特色 更有不一樣的發展性 非常的雀躍 因為終於當屏東人了 終於選上了 我們現在戶籍已經都牽到屏東了 其實那屏東做第一次的講 感覺非常的興奮 屏東十大伴手禮 甄選舉辦至今已邁入第八屆 參加業者中有許多 在地耕耘多年的老字號商家 這幾年有許多青年創業家 投入競賽 眾多結合美味特色的伴手禮 也藉此打開知名度 我想屏東地道物博物產豐饒 所以怎麼樣從這個好店 好禮好物裡面脫穎而出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些店家 除了長期的努力 今年在很多的包裝 還有很多的行銷的手法上 都耳目一新 辦手禮不只是旅行中的一部分 也是傳遞地方文化與情感的重要橋樑 帶一份給珍世的親友 蘊含滿滿心意 民選紅民生陳沛心屏東報導